你们应该很需要学会的 如果你学会这部分的话 以后就可以透过先录制聚集 产生你要的那个部分程式 再来做修改 那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了 那至于改哪些地方 我大概说明一下 第一个啦 也许你刚刚讲过 第一个就是 你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1要把它改成1到57 对不对 所以这边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回圈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有1 要把它改成 也许叫R 这个叫I好了 I等于1到57 那R的话呢 就是我要让它向下追踪 追踪到帮我加1 因为向下追踪之后 那我要的是 放在它的下面一列的位置 OK 所以这边的话会有两个变数 所以在VBA里面 第一个你可能要学会 什么叫变数 那其实实际上 如果不固定的值 你就要考虑要 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变数 第二个的话 如果是一个范围 你就要学会什么 一个回圈 也许就for回圈 有没有 另外如果说呢 可能会有需要做逻辑判断的话 你可能还需要学会if 所以其实用来用去 大部分就是for if跟变数 这三个应该是程式里面最重要 不管你学哪一种程式语言 这些东西都会存在 一模一样 因为我已经写了几十年了 我妈呀 写来一样都差不多 虽然是不同的环境 可是感觉这些都会存在 不管你用哪一种语言 都会有回圈 有逻辑判断 还有变数 绝对是不会改变的 OK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怎么把程式做修改 第一个大家跟各位讲三个重点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把这个程式做简化 第一个上面的注解 每次都会做这个 把它delete掉好了 那你会发现它有一个wis wis的意思是说呢 它里面会用到一个物件 什么物件呢 active 目前活动中的sheet sheet的就是工作表 工作表物件底下 会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植物件 植物件名称嘛 它叫什么 叫query query就是查询嘛 tables 就是里面的 什么 table就是表格 s就是里面的表格 意思是说我要查 其实重点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查什么 网页里面的表格的意思 然后呢 后面有个add的方法 add什么 你要告诉他说 你要把那个表格炒出来的话 那必须要给他一个connection connection就连到哪里 连到UIL 就是连到网站上面 那就这个网址 OK 那里面的话 其实只有一个地方要改 这里要改 OK 然后还有这里要改 不过在讲这个 这个程序之前 可能有几个地方 可以再跟各位说一下 因为你会发现 这边有点一堆 有没有 其实这个点 基本上都是 指的是上面这个物件 底下的任何动作 OK 所以如果你看到 不是没有意外 反正点内就是 query table的 点name OK 然后底下 那有哪一些东西可以删除 我建议 点 其实这里面有这么多点 开头的 那其实呢 你只要留下 几行程 其他都可以删掉 哪些可以 需要留 我 刚刚有 我试过了 大概 从那个点name 到一直到什么呢 web formating 这一段 参数 这些就是我所谓的参数 其实这些都可以删掉 我把它先删除 这些不需要 因为录制具体有个缺点 很多东西不需要 但是它也会帮你产生 所以 那其实我们只需要 点的话 其实只需要三个就可以了 哪三个 我试过结果 我发现 其实只要什么呢 这个web formating 什么叫web formating 其实就是说你要不要 把那个网页上面的 格式已带过来 如果你不要的话呢 那就是none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 把网页上面的格式都去掉 留下存文字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 web tables 就是网页里面的第几个表格 实际上 算下来应该是第五个 最后这个refresh 这个意思就是说 要把资料下载下来就靠它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 保留这三行 其他删掉应该没关系 好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之后试试看 你可以把刚刚的这个动作再run一下 如果保留三个点 释放一下看 OK 也没有只下载第一页呢 你会发现第一页OK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改 刚刚讲的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 for i 等于1到57 所以你就在第一行上面打一个for 就跟我们之间一样 打一个for i 等于1到57 那一般习惯enter两下 打一个nest 好 然后呢 就把with到endwith 这个范围的这个程式 拖拉到上面 并且我的习惯是按个tap键 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在for回圈里面做直行 然后呢再把这个i放到 这个e把它变更掉 就跟我们之前写成一样 把这个i放进来 那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所以记得哦 一样的方法 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再加个i就可以了 把and前后把它控开 意思就是说把这个i 帮我把它怎么样 放到这里面来 那理论上现在执行 应该是也是可以执行 只是说它会怎么执行 我有试过 好像它会把它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它的执行方式好像就是什么 它会先抓 我们按F8好了 比如说它会先抓第一个 抓下来了 然后换下一个i的话呢 那就是index page等于2 然后它会怎么抓呢 一样会抓 但是因为我放在那个A1 所以它会 你会看到哦 你的第一次抓的 它会放在哪里 它会把它挤到右边去了 所以如果你全部下载的话 它会变成怎么样呢 我看好像它就变成说 它不会出错 但是会变成说 一直挤到右边 一直挤到右边 所以哦 最后的东西都有下载下来 可是呢 会变成怎么样 它会把它一直挤到右边去 所以你会发现哦 现在有在跑了 哇 跑好久 不过至少比用复制贴上 应该来的快很多啦 OK 好 全部下载完了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是最旧的 那最 最前面的资料呢 它就帮我把它 放到最右边 好 好